傅里香公所规划假日市集产销活动 上个月从学田村展开之后 14号最后一场是在罗山村办公处登场 这次是以客家文化传承为主题的假日市集 结合了各级学校客家文化绘画比赛来进行 大人小孩时共襄盛举 尽情享受体验不同主题的假日市集活动 即将代表傅里香出赛的乌江国小国乐团 在台上为傅里香这一场客家文化绘画展 即假日市集演奏揭开序幕 傅里香公所推动办理的假日市集产销活动 今天下午在罗山村办公处广场展开 最一次以客家文化传承推广为主题 就结合各级学校办理的客家文化绘画比赛来进行 现场展示绘画比赛的得奖作品 信了不少家长驻足欣赏 令获奖的同学感到无比荣幸 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创作 那苹果就是 好 谢谢 掌声 然后那墙壁就是有关大家的 好 第一年级第一名 陈思贤 觉得画画在那里怎么样最大的快乐 好 来来来 胜代表 来来 就是蛮喜欢的 蛮喜欢画画的 优胜作品 生动活泼 风格也各有前秋 乡长陈荣聪及仪会长官贵宾也都高度赞赏 现场也特别进行颁奖典礼 朝面热闹 乡长陈荣聪感谢地方 尤其各级学校的支持与协助 让各界看见副理乡 道地的客家文化特色及生活产业 并表示 也借着产销市集 团结凝聚各村社区 彼此情谊交流 活动跟我们市集市最后的一次第五场 那不一样的是 我们这次结合学校的小朋友 让小朋友汇入我们这个客家的文化 让用这个汇化来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这个整个氛围高 低年级 中年级 高年级 让他们有这个汇化 然后以我们客家的这个背景 来做这样的一个比赛 从上个月起 布里乡公所从雪田村开始起跑 推办共舞场次的假日市集活动 以此来串联推广各村社区产业特色 获得地方热烈回响 这一次以客家文化绘画成果展 为主题的假日市集做ending 也获得地方各界的好评 乡长陈隆冲表示 未来也将会持续办理相关推广产销活动 活化带动 富里乡的整个产业 记者石玉兰 富里乡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